文藝复兴近史剧场从简驱凡 后来西方又学会了极简 东方的写意让娱乐升华 戏曲的流行 让诗人歌舞演员和冲舟壮斧的剧班 承载着身韵和意境的美感 然而以歌舞敷衍故事的东西传统 一直兴旺至今 虽然做的人为了取悦看的人 和取悦自己 也一直努力颠覆 打破经典和成规 有些二十一世纪的人 对于二十世纪只想脱掉忘掉 对于上个世纪再承袭上上个世纪的成就 复制各种剧种 异类简直是嗤之以鼻 不但继续反抗 也继续改造 重组艺术的类别 不同艺术专长的人 在一起创作 出于内在的重大需求 也是外在操作的商业包装 但实验早已过去 这不也是上个世纪的流行吗 三十年后 跨界应该是及早养成的一种专业 成本提高 跨国的演出成为商业回收的必然 作品的视觉景观会加多 语言会减少 音乐科技特效也较多 舞台大道具的材质应该更轻 装台架灯的技法应该更容易 电脑灯比现在的更聪明 可以学习人工的艺术品质 和人眼的呼吸美感 剧场的发展更宏大 终于也有人知道如何投资剧场 如何寄居人潮 如何复创商机 爱剧场外的表演者 努力往有人潮的地方去 为自己站台 为自己经营表演和生计 早晨公园的剧场 充满了召集和感谢 午餐的便当秀 下午餐的餐厅秀 充满知性的热情 深夜的探索 前卫 而且苦苦苦毕了 是的 反潮流的潮流永远都存在 年轻人的抗议和自我完成 每一代发生如鱼 成年人害怕继续讨好年轻人 也继续不了解 学校社区大百货公司都设立了剧场 提供让孩子们前卫的地方 抱歉那只不过是后卫罢了 孩子们不会不使用这些标榜 前卫剧场的设施 剧类的做出让你看到一头雾水 或是单调的撑不开眼皮的戏 然而说不定又四处占据棋楼和桥梁 装置工地和农地 打通厕所和派出所 甚至于解放各类的交通工具 搞捷运 搞高铁 搞bus 搞飞机 总之 另类的剧场又一一炸出来 发泄青少年不苟同成人 不满意专家 不甩大师小师 那种自觉深受压抑的叛逆意态 另方面 博物馆 图书馆 文学馆 丰富的典藏和博学的专才馆员 成为戏剧化 立体化 展示演绎的推手 不同于虚构的故事 所满足的想象 所依托的奉鱼 人类现身经历的过往步履 一样受到关注 一样成为渴求 有一些著名的观光圣地 或匪深国际的图书馆 正着手将史蒂治戏剧化 并且将文字影片和现场的表演结合 三十年后 平面资料会翻身 从冷媒体要为热媒体 科技的帮助可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关键就是现场的声光影像 加上演员血受之躯的表演 历史名家 英雄达人 一文传说 史蒂美景和美女俊男 战争和政治对立中的受难者 都可先以多媒体声光影像的技术 预制成一套细节讲究的背景影片 在馆内的剧场播放之时 活生生的演员游走期间 扮演历史上的角色 在立体影像中演出他的故事 观众也共同参与这部我们的故事